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使用字典 今天咱们就使用使用字典 什么是字典 该怎么使用 这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开一下知识点 两个 第一 字典的定义 第二 字典的使用 什么是字典 一言以蔽之 它就类似于 JS NodeJS里面的 Json对象 使用的是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看实战的例子 因为我在做这个 Node编程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JS对象 JS对象简直就说太好使了 结果呢 Python中也有 隆重推荐给大家 在咱们编辑 咱们的代码过程中 我非常推荐您使用字典 该怎么用 咱们看 我先建个文件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写法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 NodeJS 这二教本里面 就这么写 所以说 非常的亲切 咱们考虑过来 马上运行 看结果 没想到 Json和JS居然是相通的 好 咱们先看 我如何定义一个字典 大家请看 就这样定义 我呢 声明了一个 DB Configure 数据库设置了 这么一个字典 变量 或者说 咱们干脆就把它叫做Json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它是一个大括号 进行定义 里面呢 大家注意看 是一个key 跟一个直 然后一个逗号 一个key 跟一个直 然后逗号 这样呢 咱们来定义多个元素 数组 是没有key的概念 它只有直的概念 圆组 它是一种数组 字典则不然 它既有key又有直 来唯一标识着 一个数据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 我定义了一个数据库的设置对象 IP 等于一个IP 端口号 等于端口号 user password 都等于各自的内容 这样的话呢 咱们定义了一个数据库设置 或者数据库连接的基础信息 Json对象 或者说字典对象 都可以 好 咱们定义完之后 该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 和咱们扎下脚本的使用方法 是完全一样 我先输出整个对象 没有问题吧 让我在输出这个对象中的某一个值 中扩号扩起来 然后里面敲上 咱们要用到的这个key 比如说 我想看它的IP 看它的portal 看它的user 看它的password 都可以 马上运行 看运行的结果 我也想要字典就激动 为什么 太好用了 好 大家请看 这个代码 咱们首先第一行 输出这个字典对象的本身 这个地方 对吧 帮帮帮 IP什么 portal userid password 都能够输出 接下来咱们挨个输出每一个数据项 那么看到就是IP 这个 192168 稍等 我这怎么 行 192168 1.5 这是我的数据库IP地址 然后呢 端口号 5432 一通过端口号 咱们大家都能看到 这是一个portal grace的数据库 好 接下来userid password 都能够正常输出 换句话说 咱们指定一个key 就能够输入相应的值的内容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我是非常喜欢 OK 接下来 新增一个属性 该怎么做 咱们看啊 现在咱们这个字典里面 有几个数据元素 我先把它评不起来 有几个 IP port userid password 有四个 对不对 咱们再增加一个 该怎么增加 也不用什么add 也不用什么append的方法 直接写啊 这地方大家请看 又和java脚本完全一样 字典对象 然后中括号 里面再给上一个新的key值 再给上一个key的名字 最后再给上一个数值 这样的话 咱们就新增了一个属性 咱们马上试验一下 然后我新增了一个timeout 超时时间 然后打印出来 数据对象本身 同时再把这个timeout 打印出来 好 看结果 大家看一下 和咱们这个java脚本中的 json对象 一样不一样 一样 简单不简单 太简单了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输出了新的数据库的 字典对象 大家请看 是不是多了一个timeout 等于300 一上来的这个是没有的吗 初期化的时候是没有的吗 对不对 咱们多了一个timeout 同时 三百等于300 我在这个地方 又直接输出了这个属性 真的是太方便了 您不这么认为吗 OK 接下来 修改属性的值 这个字不必说 我刚才这个timeout等于300 可我觉得超时时间300太长了 把它改成60 咱们再输出 看结果 够 那请看 稍等 我看一下 稍等 我没有存盘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 好 再来一遍 CRS清空一下 我说怎么吓一跳 还是300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timeout变成了60 同时60也是正常的能够输出 没有问题吧 OK 您是不是觉得和Jason绿像完全的一样 使用也是完全一样 理解也是完全的一样 今后咱们把这个文件存成 把这个变量存成文件的处理 也是完全的一样 好 接下来 删除属性 也就是说 我新增属性 同时外科也在删除属性 该怎么做 看这地方 delete delete谁 delete我的数据设置对象里面的timeout 我删除这个数据项 删除之后 咱们看结果 稍等 这行应该输出 好 咱们看一下 我马上运行代码 通过del这个命令 来删除咱们某一个字典的值 go 大家请看 看有点乱 稍等 我把它调整一下 好 我加了一个回航 咱们再试一下 go 大家注意看 这是原始数据 没有timeout 然后我这加了一个timeout 等于300 没有问题 然后通过我下面delete 把它再删除掉 那么再输出 大家看 这个字典对象里面 又没有timeout的属性了 使用起来 就是这么的方便 OK 因为我做弄的编程比较多 所以我非常喜欢 GS里面的Json对象 Python中也有字典 和它相对应 使用起来也是完全的一样 我极力推荐您 使用这种方式 来存储您的 业务系统中的 一些重要的配置信息 我是非常推荐 OK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Python关于字典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就是Json对象 对不对 好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